好,我们点到PMP哈 好,那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找出PMP出来 好 年利率,假设我们是用假设啦 我们是用年缴的话 啊,如果你,你要做月缴 那你这年利率 就要除以12,知道吗 好,ok哈 来,那我们用年缴的话呢 就是年利率点进来 总期数是20年 一年缴一次 好,来 PMP的话呢,这是我们的 金线总值,是我们的贷款金额 好 最终是0 好,这边的话呢 因为他没有讲 是要期出期末,我们就用0来带好了 期末 好,假设我们用期末,他没有讲 期出期末嘛,好,我们就用期末来带 这样会 好 那么呢 587,200 注意 这个是以 利率 10% 年数20年的状况之下 每一年 要缴587,200 对不对 现在呢,如果是5年缴完 10年缴完,这些要怎么做呢 来,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底下这怎么做 请各位呢,现在底下的黄色这一格啊 先点一下 在底下的黄色这一格先点一下 黄色这个先点一下 要把上面那一格啊 抓下来用 当做个基准值 所以你点到黄色的这一格 打一下等于 等于什么 等于上面这一格 按一下Enter 它的值就下来了,有没有 好 这样等了吗 让这一格呢 先等于上面那格等于是把那个数值啊 抓下来用 好,那现在呢,我们要怎么做呢 来,各位看一下 请你呢,从左上角的 黄色这一格开始啊 按住 拉下来 把整个的范围拉起来 好,各位看一下 我选到的范围 从黄色这个开始哦 从你看一下我滑鼠放到哪一格 你看我滑鼠放到哪一格 按住 拉到右下角 好,手放开 这个范围是不是涵盖的年 也涵盖的利率,对不对 好,接下来请看 选到之后呢 范围选到之后呢 请各位到上面来 进到资料的标签进来 进到资料的标签进来 右边有没有看到一个模拟分析 模拟分析 按下去 最底下最底下有一个运算列表 有没有看到 运算列表 他可以同时查看啊 不同的元素进来 所形成的状况 好,来 这个时候呢 他有两蓝 有没有看到 好,注意看那一版哦 列变数储存格 跟蓝变数储存格 对不对 那么呢 列变数储存格 就是我们的这个年数啊 年数啊 所以麻烦你 列变数储存格 这一格 你把年数这一格 这一格 点一下 它是年数的变数 看到我 看到我选哪一格了吗 然后呢 蓝的储存格 是不是利率 蓝储存格是利率 所以在蓝 蓝变数储存格 这边 请你点一下 这个利率 点进来 这样了解了哦 好 我们按确定看看 有没有 所以呢 假设哦 这就是 这就是每一格的状况之下 每一个的状况之下 每一期的 要缴 如果你是分5年缴完 分5年缴完 利率6%的话 那就是你每一年 每一期要缴 负多少 各十百千万 十万百万 这样懂意思吗 负118万8千 负118万6千9 这样交叉出来 你就知道 你每一期要缴多少钱 这样懂这意思吗 这样了解吗 可以哈 这就是他的一个 运算列表的做法 好 OK 以上啊 我们就把一些 嗯 跟财务有相关的 常用的一些 函数交给 那么跟分享 分享给各位 哈 那么我们这个 档案就到这边 练习结束 下面那一 下面这个就交给各位了 因为做法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所以呢 这个之外 你等一下你可以找 一些把它做一下 好 好 请问OK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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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